马格丽特披萨饼 欢迎收看Dos and Gabbana 习快吃饭第一集 今天我们首先要向大家展示 如何用这种小棍子形状的餐具 来吃我们伟大的传统马格丽特披萨饼 你们是不是一手拿一根 像小刀一样切一块披萨饼呢 不不不 不是这样 嗯 对 这样就对了 所以就是像钳子一样 夹住一块披萨饼 直接送进嘴里 哦 别让奶酪滴下来 BRE VIZMO 欢迎收看Dos and Gabbana 习快吃饭第三集 来到最后一集 让我们挑战传统的番茄酱意面 尽管你可能以为跟吃中国面条差不多 实际上吃的方式还是大有不同 没那么简单 试试看 把筷子插入面条 夹起它 对 夹起它 然后卷起来 能成功吃起来的人将会得高分 BRE VIZMO 啊 你的手链真是太漂亮了 一是香榨甜犬 欢迎收看Dos and Gabbana 习快吃饭第二集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传统的西西里香榨甜犬 终于有一个尺寸不那么让人手足无措的食物了 这是不是太夸张了 来 拿起筷子 在手里整理成钳子的形状 夹起一根甜卷 对你们来说还是太大了吗 你们还可以把一根筷子插进甜卷里面 像这样吃 这会让你感觉自己身在意大利 不过你是在中国 BRE VIZMO BRE VIZMO BRE VIZMO